剛剛呢這個迷先生一年幫我們唱了四首歌對不對 哇 我跟你講你的頭髮 盛號對不對 盛號你的頭髮剛剛比姊姊謝金燕都還要飄逸啊 有沒有覺得他頭髮很飄逸 超飄逸的 都不需要那個大電風扇 幫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說 迷先生在今年不得了是得到了金曲獎最佳的樂團 聽說得到最佳樂團之後活動接不完 前陣子才去這個大彩虹唱歌對不對 問一下說去那個大彩虹唱 跟今天我們在台中無氣漁港唱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今天來台中其實比較 會有更多不認識我們的朋友 然後希望也可以借這個機會讓更多人認識我們 好 我現在其實可以看不清楚我的臉 有沒有看清楚他的臉 其實還蠻帥氣的啦 不要失望好不好 還是可以去我們粉絲團按讚 對 但是我今天呢 看到你今天在現場 我真的覺得我做了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 因為原本我也是打算上將大選 但是出來之後就可以會變成像瘋婆子一樣 對不對 對 我媽其實是我媽幫我用的啦 出生的時候就已經用了 今天難得來台中 要不要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你的樂團 然後最主要是唱什麼樣類型的歌曲 我們知道你們得金曲獎 但可能有一些朋友還不認識你們 好 呃 大家好 我是迷先生 然後 呃 迷 因為很多人會把我們的迷路 迷先生的迷打錯 對 所以 還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是一個路 加一個迷的那個迷 迷先生 是 那大家可以去我們的Facebook 然後可以 我們最近也在準備我們的 新專輯 哦 我們準備新專輯了 對 然後希望可以在今年跟大家 給大家聽到這樣 我知道說你們這個樂團裡面的這個成員啊 那部分都是高雄或是屏東 對 南部的 南部的 那今天來到台中 之前有沒有來過台中啊 之前其實比較常是因為表演的時候來 是 然後其實從這一場 國際活動開始 嗯 呃 我們 迷先生其實蠻多 都是這個月的 都是在台中 是 就是蠻多場都在這裡 所以希望可以藉由這幾次表演的機會 可以多多 有時間的話可以去 那你們來台中都吃些什麼呢 去逢甲夜市之類的 哦 我昨天也到逢甲夜市 逢甲夜市是超好買的 又超好吃的 對 那邊其實有點逛不完 是 那問一下說你們最近除了啊 就是要準備新的專輯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 就趕快在那邊工商服務一下 哦 在那邊工商服務一下 對對對 糟糕自己有點沒有記 就是 歡迎大家到我們Facebook去看 因為上面都有行程 是 然後最近也是比較專心的 在做新的弱品 所以 希望可以趕快跟大家討 欸 我在那個報導上面有看到 其實說樂團要成立也蠻不容易 因為一開始是只有你跟這個吉他手 對 對對對 然後後來就有聚集了其他人 但是 我看到報導當中 我有一個非常非常不能理解的 因為我們知道說樂團組合不容易 你們也說 呃 組成一個樂團 就像是要找結婚對象一樣 但是我不相信哪個樂團啊 沒有在做歌的時候 或是寫詞寫曲的時候 沒有吵架過 你們真的沒有吵架嗎 對 我們比較少吵架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團裡面 呃 大家都還蠻尊重 雖然聽起來很官腔 但是 非常官腔 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打破官腔 那讓大家現在好好認識 真正的迷先生是怎麼樣 對 因為我們大家其實 在團裡面人力都還蠻鮮明的 就是誰的都 什麼項目比較厲害 誰的什麼項目比較厲害 對 那大家都會尊重他們 就是他如果提出一個 他的建議 那我們就會尊重他 因為可能他在那方面比較擅長 所以就比較沒有爭執 那我跟你講 你們接下來 你們之前也接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動 是 那你們這一次今天特地來 尤其是國慶煙火的晚會 你們在曲目編排上 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呃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比較緊湊一點 對 因為時間有限 你們有很緊湊嗎 等到你他們一出來的時候 每個人好像都巨星開場有沒有 後面有這個敲鼓大呼的 對 然後每個出場一樣 都是一定要這樣走出來 然後長髮飄逸這樣子 這樣走出來 由巨星開場的感覺 呃 希望努力的營造這樣 這不是只有你單單一個人 其實是要BASS 或是吉他手都有要求 要這樣的出場 對 大家出場一定要有一定的氣勢 是 好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迷先生 來到了現場 現場的朋友 有沒有台中的朋友舉手給姨佩看一下 好不好 欸 蠻多台中人的耶 那待會兒呢 因為他們 待會兒結束之後 你也知道這邊 有可能會有一點小塞啦 也不急著要趕回台北嘛 所以有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建議他們去的 最近是不是好像有個新開的夜市 是不是 什麼夜市 不是啦 什麼電視 什麼夜市 什麼夜市 經貿夜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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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經貿夜市可以去走一走 經貿夜市有什麼好吃的 不知道啊 大家還跟我說經貿夜市喔 好的 那今天我們當然一連在這裡 我們今天的咪先生是幫我們做 今天的在五點鐘的轉播的開場表演 稍待一會兒 我們會有更多更多的樂團 包括現在在台上setting的是我們 這個嘴歌樂團對不對 嘴歌樂團也都非常非常的帥氣 而且今天看到他們的主唱 沒有一頭長髮 所以待會兒頭髮應該不會被吹爛啦 好 那 初次見面請大家多多指教 我們是咪先生 咪先生 所以大家上FB的官網 去幫他們粉絲團按讚 對 所以接下來會帶給大家更多好聽的作品 努力盡力 好的 謝謝咪先生 謝謝 謝謝